你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要介绍基本的节奏型 节奏是什么? 节奏就是声音快慢 声音长短的符号 来,帮我看一下 我们在乐谱里头 是不是会常常看到这些不同的符号 这些符号我把它放在棋盘里 每一个棋盘都是一个拍的话 这里有一颗黑色的豆 这里有两颗豆 这里有四颗豆 这里有一个毛毛虫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节奏的名字 我叫它叫做 我给它命名以后 你们发现我刚才念的时候有长短音 这是一个声音 这两个声音手牵手 这四个声音两个手抱在一起 这是一只毛毛虫 我们刚才介绍这样一个格子 如果它是一个派 那你看我现在这个塔就是一个派 其他的这个也都是一个派 为什么因为刚好都在一个格子里头 所以我们每一个派里头 有可能有四个声音 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或者一只毛毛虫 那以念或者是说声音的长短 我们可以看到它声音有比较长的 有比较短的短的会比较快 还是比较慢 请你听听看 我念塔 塔塔 Tiri Tiri Ta 塔塔 Tiri Tiri Ta 你们发现这个声音比较快还是比较慢 它比较快 我现在用这两个比较 我念塔塔 Titi Ta 塔塔 Titi Ta 这个是稍微慢一点点而已 我要把这几个声音合在一起 我念塔 Titi Tiri Tiri Ta 塔 Titi Tiri Tiri Ta 你们发现这个声音是比较长的 这个声音最快 这个中间 所以我们有 长 有短 好 再帮我看一下这个 在音乐里头叫它叫做嗯 它是一个羞耻符 如果谈到这个音符的时候 我们不出声 可是 这张椅子上 它如果有一只毛毛虫 椅子还是在那里 所以我们会 塔 Titi Ta 嗯 塔 Titi Ta 嗯 OK 羞耻符 我们有机会再来介绍 好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基本的节奏 做一点点的运用 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第一排 它原来是 塔 塔 Titi Ta 我把它变了 我把它卡片 换掉一张 这张换掉以后 我们的节奏长短就会不一样 来 请你听我念一次 第二次你要一起念哦 我念 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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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i 塔 塔 我们一起念 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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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i 塔 塔 你好棒哦 有没有发现 这个声音比较快 我们接下去要看第二行 刚才我们改变了一个卡片 现在我也是改变了一张卡片 我把这一张换成这个 一样第一次我念第二次请你陪我一起念哦 我们一起我先念开始 塔 塔 I 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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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请你同意跟我一起念 萍兵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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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MC 侧 claims 谢谢你你好棒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3行 第3行我的卡片也要改喔 帮我看一下,我改了一张还是改了两张 我改了两张 我这个拍我把它改掉了 来我一样念一次 第二次请你陪我一起念 我念 我们一起念 谢谢你好棒 来帮我看一下 最后一行我会改变几张卡片呢 我改变了三张卡片 我把我们这里的节奏型全部都放进来了 我从头哦 那你第二次要陪我一起念呢 我念 一起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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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长短声音的节奏型 好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下结合线 结合线会把声音改变它的长度 变长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都是塔 可是我会把它的声音会改变 好 原来是黑色的豆变成白色的豆 好 原来黑色的豆 变成白色的豆 没有这个符感哦 我们一个一个介绍 来 我们看第一个 好 这里有一个塔 我们之前有讲这是一个派 这是一个派 我如果加上一个线 这个线叫做结合线 右边的会把它的长度给左边 所以它的长度不见了 听听看它原来的声音是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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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发现白色的豆 声音变长了 它是两派 因为它有用了一个结合线 结合线就是像这样 它是在同样的音高 如果不是同样的音高 这个结合线就不会成立哦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我把结合线这样画了以后 这边的派会给前面 它就不见了 右边的会给左边 所以它的声音又不见了 如果每一个小朋友 每一个豆豆都是一颗糖的话 它把糖给前面的 它又把糖给前面了 所以这颗豆豆它会是三颗糖 它是一个三拍 所以我如果用嘟的声音来念 这是同样的音高 如果不是同样的音高 这个就不叫结合线哦 它会把声音给前面给前面给前面 所以它会变成四拍 我念给你听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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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有结合线 我们介绍了白色的两拍 白色加一个点的三拍 跟圆滚滚没有符感的四拍音符 我们把它运用在下面的节奏 来帮我看一下 我这里有小房子 小房子我们刚才有说 这是一个两拍 这是一个三拍 这个是四拍 所以我一二 这是两拍 所以三四 这边是谁 一二三四 这边一二三四 我们在音乐里头 这是一个四拍的音乐 四拍 我们可以用什么符号呢 我们可以用小节线 最后是中指线 好 这个叫做四个拍 我们用这个当作拍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四分音符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四四 那我们就是在这里 把我们刚才学的节奏 做同整 这是一拍 我们把它的长度画出来 这是长度 都是一拍 这个是一个两拍 它比较长 不要忘了哦 它的声音要延长到二 它的声音是三拍 要延长到二 三 它要延长到二 三 四 所以我们出来的声音会是 咚咚咚咚 谢谢 我们今天最主要讲的是节奏 有刚才基本的TA TITI TIRI TIRI 跟改变声音长度的结合线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你 拜拜 拜拜